接下来要带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泰国总理贝东丹展开上任后 首个出国访问行程 他抵达的是卡达的首都多哈市 参加第三届的亚洲合作对话会议 Google宣布投资马来西亚和泰国 包含与大马科技公司合作的主权云端服务 在泰国则是投资10亿美元要新建资料中心 还有AI基础设施 中国11黄金周的长假展开 中国放心有可增加 不过经济专家表示 中国内部经济疲软 游客的消费力道变弱 较难提振在地销售的零售消费 泰国的大米出口面临冲击 包含泰铢持续走强 以及竞争对手印度宣布 允许大米出口都让泰国大米价格暴跌 根据调查显示 泰国女性的工作能力强 收入较高 在650万户的家庭中 拥有汽车和房屋的所有权 同时单身女性数量 也持续增长 刺激了对独居住房的需求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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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